有一名高三的学生早上开车外出找朋友 行经台六线往苗栗的方向时 一次车辆操作不当 再加上天雨路滑导致他失控撞上了护栏 整台车还翻覆 还好驾驶没有受伤 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同学才刚考上驾照一个月 可能是因为新手再加上路况不熟因此尿货 这波黑色自小客车经过台六线苗栗新川里 这处下坡路段时因为有点弯度 只见车辆突然打滑 车头冲向中央分隔岛猛力擦撞之后 在空中旋转翻覆 车头着地往前滑行了大约50公尺底盘朝天 撞击力道发出轰然巨像 把附近民众吓坏了 警察人员赶到时驾驶已经自行脱困 爬出车外求救 虽然他双手捂着脸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索性没有大碍 目击者说还好没有拨及其他人车 据警方调查驾驶是一名18岁的理性高三学生 刚考上驾照一个月 趁着暑假空档 一早开着妈妈的车 从院里镇要到苗栗市找同学 但疑似车速过快 加上刚下过雨路面失滑 车子整个失控 驾驶紧张地把方向盘门往左打 撞上中央护栏后翻覆 警方表示驾驶酒色指示零 可能新手驾驶经验不足才会照获 记得张鑫杰苗栗报道